M21 News 大家好 歡迎收看M21 News 我是文說明 新學年在9月2日就開學 來年新高中學制課時將會縮減 中文朗讀和口語溝通就會取消朗讀 有文憑士的考生歡迎建議 更增加他們對考試的信心 也有教育團體建議重設泛民 由王家寶報導 中學文憑士考了兩屆 著科中文總部考人數都超過7萬人 只有半數考生達最低入學要求 有應屆考生擔心這一科的考試 我覺得聆聽就比較難去考核一個人的語文能力 我真的不是很好 很多時候都一般的 或者甚至是不合格 考評局經檢討後提出多項改動 例如2016年中文科考試 將現在的卷3和卷5合併 成為包含聆聽及綜合能力巧合的卷3 原本卷4的說話能力 有朗讀和口語溝通 在明年會取消朗讀 對於學界討論已久的中文科課程 教育評議會就有以下的建議 現在我們學界裏面 很多的中文科老師 絕大部分的中文科老師都覺得 你將泛民拉出來 會比較可以考核到學生的努力 和他的能力 他呼籲當局要盡快收集老師意見 探討是否恢復泛民 M21news記者黃家寶報導 港鐵正就多條鐵路進行動工 其中西港島線預計2014年會完成 至於沙中線會分階段完成 而鎮會大學新聞系的同學 探討過兩條新線的影響 今個星期先看西港島線 對鄰近雙部帶來的衝擊 這間德庫道西的食肆 紅椒牌的煲仔飯 是西區曹樂一班食客 老闆譚先生說 開業五年來 業主就已經加了三次租 加完又加 他說再加實在做不住 那時的舖租 三年三 兩年四 頭兩年 四萬三 四萬八 但現在業主也有十五萬 不僅是他一間店面對這個問題 附近幾條街的店鋪都被業主一家在家 十七萬萬 原本是十二萬 但是十七萬萬 十五萬人家是十六萬 那些人只能做 不是要撿了一間就撿了一間 就因為他 那一天一通 那一天一通 到處都容易 到處都會起 到處都起都不行 2009年西港島線動工 整條線由西螢盤 香港大學堅尼地城 三個站組成 其中線路穿過高街 正街和德庫島西 這一大店鋪 就被很多業主提高一線 認為潛力高 幾百萬的店鋪 兩年間加到2千9百多萬 走上幾條街 有很多舊舖 同樣難逃搬遷的命運 竹龍一個搭一個 有大有小 見證香港傳統食肆 茶樓的變遷 不少舊式茶樓 已經隨年月成為回憶 但西邊街 這間專造精龍的老店 四五十年前就在這裡摘根 到現在 同期開店的老友都走了 這個就預料了 但租金貴一路一路每年 我們都作出了最壞的打算 在地鐵通車之後 我們亦有另一個打算 就是希望客員能夠中和到我們的業績 但如果真是中和到的 可能不夠其他圓號 即是大集團競爭的話 都會再搬到五六線舖 因為我們始終是做手作 也不需要很旺的地方 手作仔有一個習慣 但不需要坐車 住得最近就最好 有時不開玩笑 住十二住 離開幾天去十年 車費都可能會節省一萬多元 有到網絡精選 不少青少年都喜歡打籃球 同學又會在小息的時間 互相切磋 如果男同學遇到這個對手 又會怎樣應對呢 這個身穿其裝異服的人 全程控制著籃球 一點都不讓對手 還有多種招式 等球不好被人搶走 好 今集時間差不多 下星期再見